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佛就是守住歹徒 我们住的这个叫白化安 所以我一看到这位大德的字号很有感觉 那么这个姓专法师他也是明朝人 他年少出家 然后仓访了很多的善知识 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叫妙峰禅师 他曾经在他做下学修 听他讲这个法华经 后来就自己告辞了以后 就去实修去了 住在这个妙峰顶 住在峰顶的专修这个头妥 当然那会儿他并不是去专念佛 而是诵法华经 诵法华经诵的有什么灵验呢 有一次送法华送的呢就好像入定了 在空中呀就见到极乐世界现前了 他亲眼看到这个西方的这个七宝池呀 就是成那个琉璃色 我们知道琉璃色就跟天青色一样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风沙啊 或者是雾霾的时候呢 看不到晴天啊 那么有那个天气比较清冷 或者雨后天晴的时候呀 突然间那个天蔚蓝色啊 或者是我们上到高原 海拔高的地方 看见那个一望无际的蔚蓝 就是那种疏懒的感觉 他在定中呢就看见了 琉璃色哎呀声广无际 心里非常的欢喜 因为见到极乐世界现前见 那么他就深深的还给这个 妙峰法师去感恩他 并且呢跟妙法法师讲了这个事情 妙峰说这是你什么呢 是这个观想出城之相 观想极乐世界出城之相 说你呢要不动声色 不要以为这就是好境界 然后就没完没了去执着了 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大家稍微有点梦呀 有点自以为是的静呀 就以为不得了了 要么就高兴的不得了 要么就吓的不得了 天天念念不忘 那么妙峰禅师还给他说了 这是善境界 你不要对别人讲 也不要在乎 还要更好的境界出现 所以呢 他从此开始呢 就是星系净土极乐世界 后来呢 有一次呀 他在这个城里边 那会儿因为冰花马乱的时候呀 他这个城里边有一个高百尺的弥勒 弥勒菩萨像 弥勒菩萨像呢 因为冰花马乱呢 弄的这个筋皮呢都没有掉了 他当时呢 就是发心呀 把这个弥勒菩萨呢 给他星贴了经 又建了石殿 把他给供起来 因为这样呢 当时就赶的 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圣像呢 放光献锐 你看他跟这些锐像老是有缘 赶的放光献锐呢 就是整个晚上呢 照明就跟白天一样 那么后来呢 法师听到讲经 讲经呢 讲这个小本弥陀经 就是我们说的佛说阿弥陀经 讲经的时候呢 因为不是弥勒菩萨刚刚 在他这个应援中显过圣吗 那么有人就说 要不然讲一讲这个弥勒上山经吧 那讲弥勒上山经 他的原则就来了 怎么说呢 说我闻呀 就是我听说弥勒和阿弥 佛性是一呀 我们既然说到说自行弥陀 当然也要自行弥勒 我呢 生生知道 这个弥勒弥陀呢 并不是两家 但是我先要游到莲华世界 就是先要去极乐世界 然后并不为将来能去这个都帅净土 他是这么说 想说我先要去极乐 所以就拒绝了 有听法众见他 好像赶得弥勒菩萨放光 宪锐呢 就让他讲这个上山经 这个请求 没有应这个法源 依然讲了小本弥陀 信专法师呢 那么到了后来音乐成熟了以后呢 就沐浴更衣 沐浴更衣呢 是时间到了 依然是祖师爷们的做派 自知实至的音乐 说我要走了 往生了 那么作偶的时候呢 栩栩如生 大家呢 还是给他这个集中诵经 结家而化 但是他有一件很奇特的事哦 这个要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他作画前 从他的衣服的褶子里边 生出来一朵莲芝 那就是我们说的灵丹庙 要灵芝草 而且这个灵芝呢 差不多有这个拳头这么大 色是这个百里透红的 非常吉祥 这个呢 在我们往生的瑞相里边 还是比较独特 这就是他持诵法华 见的极乐圣境 那么最后发愿往生 当然经典里面明文规定 乃至实念 若不生者 不取证据 好 大家一起称佛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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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nderszw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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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0 avag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看